不会太大了 然后我想一下 开了? OK 这样 等一下我开一下 我先分享一下 CD Plus 等一下 开了? 10D 找到了 等一下 在哪里 看一下 大家记得要把这个 Live share出去 当然你今天进来Live 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我们会 如果有一些股市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 Tony老师的话记得把那个 问题写清楚 例如说可能云顶 你是几块钱买进 然后你几块钱 预计 接下来几块钱想要卖出去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或者你几块钱买进来了之后 现在有亏损 你打算怎么做 都可以写得清楚一点点 把那个价码写清楚 然后你几块钱 然后你几块钱 好了 我们差不多要来咯 等一下 我先去Face 我还没有share过 对 把那个视频 摄出去给 想要投资的朋友 有点慢哦 有没有投资都可以share 可以 你慢慢来 还有时间 咳 7月10的预测少了0.1个百分点 而且也容易受到下挡风险的影响 包括贸易情绪恶化 因果脱欧相关干扰 以及金融市场突然涌现 密现情绪 早上9点的提新闻 就此该会段落 下一次提新闻将在52点 播报 嗯 可以 可以 这里是每一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ity Plus早班节目 城市online 我是主持人小马 早安我是嘉敏 在星期三的重点单元一鼓足气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久不见的WCT Worldwide Training Valve Creation的创办人有Tony老师 Tony老师哈喽早安 早安 上星期五财政预算就已经颁布了2020年的财政预算 Tony老师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就是豁出去人进来马来下发大财呢 哈哈哈哈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开心的啦 看到有钱基本上开始就流入市场了 那但是呢 其实可以看得到 其实影响不大啦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我们看到股市涨了一波过后又回吞了 是的 所以这个影响能够持续多久 那财政预算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政策 是能够促使一些相关的股项或者板块能够扶摇直上的 我们今天一定要收听我们这个小时的一股作气的延长版本 好的有问题吗 来有问题吗 赶快写下你想要知道的股项 嗨 Sean 你好 哈哈哈哈 早安 文将 很早很早 very good very good 早起的鸟儿有从此 真的 真的 记得哦 有问回或者你就问 诶 Tony老师财政预算有哪一些板块是可以关注的 也可以问他 虽然我们今天就已经很明显要抬一个板块 所以Tony老师自己觉得 诶在这一次财政预算是可以得到帮助的 电讯股 嗯 嗯 我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连聊大事的走势 是的 OK 我感觉好像就没有做一股作气了 嗯 还一个星期好吗 哈哈哈哈 只有一个星期而已 好像就了 没有可能很久没有Tony老师来了 啊对对对 嗯 怎么讲吧 讲呢 学生多了 大家昨天有没有大跌眼镜 怎么 昨天基本上 北京跌 黄金跌 方跌 道中涨到二十七千点 有没有很紧张 啊然后不懂今天等下开始会怎样对不对 所以黄金跌就代表说 诶 开始了哦 诶 投资情绪比较好 诶 投资情绪比较好 一五二七 一五二七 是吗 跳上去了 跳上去了 是哦 OK 要让它跳更高 嗯 有什么方法 看一下 外纸咯 希望外纸会进来咯 外纸 外纸 3.5 哎呀不是很大 还OK啦 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吗 哈喽 UGTA 哈喽 哦 UGTA 早 哈哈哈哈 你的学生是吗 嗯 哦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特别要提醒你正在看的 可能你平时没有在听我们电台 嗯 但也要告诉你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 在深美兰福隆有一场论坛 在Royal Trulang Hotel 然后这场论坛我们邀请了几位的主角人 就会跟你剖析2020年财政预算案 还没报名的赶快去到我们官方网站 Cityplusfm.ny报名 然后或者你正在看着这个live 然后点击进去我们的主页pitch 也可以看到资讯 哈喽回来咯 不清不楚 好啦 不疲悬梁自顾 也不要胡闹 我会和你白话八股 只给你精辟的股市分析 因为场落的股场之中 Cityplus 一银座器 今天在我们一股座器做客的嘉宾呢 就有WCity Worldwide WCity Worldwide Wive Creation的创办人有Tony老师 Tony老师首先要请你来分析一下大势的走势 因为财政预算的效应 在星期一是一度带动股市的 但是星期二的时候股市就感觉好像回调了 今天刚刚开市的时候看到那个指数 有回弹一点点 那今天开市的指数就是1566.23点 所以Tony老师想问一下 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 财政预算一般可能会带来的效应 应该是至少可能一个星期 最短也是两三天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他好像虽然说是清商利民 但是这一次的财政预算 带来的效应只持续了一天了 其实根据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整体上的宏观经济 再进入到微观经济 来做一个所谓的剖析跟分析 首先第一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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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了一下又跌回下来 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我们全球的IMF 这个国际货币组织 他们的本身 这个货币组织的分析 就告诉我们说 刚刚出来是从 2019年的这个经济的成长 全球应该会从3.2条低到3%左右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想回去的话 全世界现在都进入一个负利率的时代 或者是减息降息的这个时代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很明显的是大家都在打着保守战 这个是第一点 那在我们打着保守战的当额呢 那很多人就很担心 两个最主要的那个情况 那第一肯定就是中美贸易战 第二就是英国拖偶现象 好那英国拖我们知道说 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提成 那可能会比较好 他们讲有方案的 但是方案是否真的是会死刑 没有人懂 这个还有待观望 好那第二呢 我们知道说 第一个阶段的特朗普说 这个关税的情况可能会得到解决 好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很多人就以为说是全球经济已经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 美国那边的知识产权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所以怎么讲说是肯定是一定会解决 这个是第一件 第二我们回来马来西亚 我们的财政预算案出来 这一笔钱 我们知道有一笔钱即将会流入我们的市场 但是会流入哪一个领域呢 我们去看 个别领域都有收到一些钱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一笔钱 其实看起来要讲很多又不会是很多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国家的国内三种子 如果真的要走涨 必须要靠政府的支出的 除了我们的消费 人民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都跌了 刚刚才从马来西亚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 才稍微的涨了一点点 看到一点输光 开心到要死 哪里知道说 我们知道外围的情况还没有解决 那我们回来 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支出不是很多 那政府支出不是很多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我们的管理生产总值可能不会涨太多 是 如果说我们真正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KLCI的PE过去的十年 都是股市的PER 都处决于差不多16%左右 现在我们的KLCI的PE在哪里 在18.96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在总平均线上一点 是 就是我们的股价不是很便宜 也不是很贵 OK罢了 OK 如果是这样看下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 科技股 科技股涨了很多 要讲很多也不会说太多 OK我算是多 比平均高 比平均高一点 OK 举例你去看ELSOFT ELSOFT涨了接近30% 从0.78的7月份到现在的1.01 VTROX也涨了20.58% Gtronic也涨了多少 38 Inari涨了37% 从整体上这样子来看的话 很多人就会讲 哇这样我们的股市是不是很好 我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股市还是要看大盘 大盘现在还是在1600点下面 是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说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出来 其实没有太大的刺激效应 OK 反而我看到的是说这个刺激效应 可能会比较短暂一点 还是需要我们继续的有更多的刺激的方案出来 so far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带一路高铁这些 这个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更大的帮助 明白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投资者对于这份预算案的一个反应而已 也因为很多不确定性的外围因素的带动 所以就没有办法让这个股市一直的在走上 而且是走下的一个局势 而美国股市是完全跟马来西亚的这个股市是相反的 因为它是星期一收跌 而在星期二的时候收高 像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呢 是收复了27000点整数的一个关口 而美国股市的财报季开局强劲 所以就提振这个股指走高 所以Tony你觉得美国股市的前景是不是相当的看好 还是也很多不确定性呢 OK 那美国的股市讲到这里肯定是跑不掉的 一定要谈贸易战 OK 从贸易战这个我们看回以前的话到现在啦 其实最主要美国它现在最care的事情 最关注的事情是那个我们叫做IP 是 我们知道知识产权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说是关税 其实关税不是 关税只是一个在知识产权里面的工具 来对中国施压 OK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关税到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已经算是比较健康通过了 算是啦 但是哦 现在中方跟美方他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谈 他们讲还有a lot more to talk about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阶段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还没有真正达成协议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中国会跟美国买一些农产业 这个是肯定我们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回去 美国在过去的2017年 跟中国的贸易差不多有19.2个billion左右 如果没有记错 然后在2018掉到9点多个billion 接近一半呢 折半掉 所以意味着说 美国其实在农产业方面很struggle 很辛苦 如果大家去看在美国 你去美国你去interview那些所谓做农业的人 他们都很痛苦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贸易战影响到他们家庭 他们生活 他们没有钱 OK 然后特朗普也因为现阶段我们知道他要竞选了 明年可能11月就是那个月份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接近那个月份 那现在他一定要做一点事情 如果他没在这个贸易里面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 可能他的那个选票会因为这个贸易战而被流失掉 所以他为了说我的分析 我读出来他说 这现在所做的东西就是说 可能他是为了这个选举 在现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开始呢就是 就是在这个贸易方面 就是关税方面的给予退步 但是接下来 知识产权就未必了 知识产权就未必 当然中国那一边 中方他们也未必这么容易妥协 所以前面这个阶段 当我们看到是很positive很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看的 就是我们的短期跟中期的国债率 我们可以看得到短期跟长期的国债率 其实还是不健康 是 还是不健康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在美国方面 好 那中国的那个CBI跟BBI Core Consumer Price Index也跌 也不健康 所以在这个现阶段的当额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一个提升的 因为已经跌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一定要反弹的 只是问题是说 道琼指数是否会突破这个 冲破27200 这个是question mark 我觉得有一点困难 其实27000都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关卡了 过去的之前的高点在27200 所以中国如果说 这个美国真的是要达成协议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我们叫做floating risk 就是浮动的一个风险当中 我觉得现在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很多专家都说 现在有太多不确定性还没有出来 而且他还沾沾至喜跟农民说 接下来你们要加工啊加班 才可以把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订单解决 但是现在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是也包括马来西亚的这边的股市 刚刚Tony老师你已经有分析 也不知道也没有相对应说前首相那集的那一番谈话 因为前首相那集昨天在我们的财政预算辩论的时候 他就说自从509过后 马来西亚的股市是全世界最糟糕的 甚至不如那些落后国家 津巴布韦还有委内瑞 而马来西亚股市在去年大选之后 他算了一算 从1900点暴跌了350点 已经蒸发了3000令吉 所以Tony你觉得那集讲的这番话靠不靠谱 是不是真的全世界最糟糕之一呢 我就照我自己的分析来说吧 我也不要说是谁的言论是对与错了 那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知道说其实马来西亚的整体上的经济的成长 真的是509过后其实也没有说复苏的太多 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的国债 还是很多是算是马币不是美金的 不像是以前这样子的 所以外资呢也是有说有来 只是说没有来的这么多 就流出去的流失的多过进来的 OK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在看着谁 他们在看着东南亚国家 为什么 美国我们知道国债的问题 我们知道他们的基本面不健康 欧盟区也有问题也不健康 所以全世界现在的眼光其实跟木球 那些hedge fund就是对冲基金那些人 他们都在准备要主攻东南亚国家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就在里面的其中一个国家 而且是最受瞩目的其中一个 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本身有个别不同的种族 那肯定对于在中国方面 他们也会选择马来西亚是其中的一站 当然如果说这个全部我们的言论都合理的话 就代表着什么 马来西亚还有潜在一个成长的机会 只是说OK我们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 宏观经济整个都不好 美国都跌欧盟区都跌我们哪里可能不跌 我们是马来西亚小过不了一定会受影响的 连新加坡都受影响 何况是我们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我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啦 过后会不会更好呢 我是希望会啦 我们都希望会 当然你作为投资者来说 应该更希望知道说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一个局势之下 哪一些板块或者投资的项目呢 是更加能够让你赚的发大财的 那所以下段回来呢继续请Tony老师 好好来为你解读一下这个股市的走势 我来吃一下火龙汤 暂时还有个别股 但是已经有很多问题了 例如 哇我看一下 是 呃 YG只是一个假 假议题 假议题 是 讲的特别好 这个是谁 Siri Leong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嗯 OK来老师2020财政预算案的优惠什么领域 哈哈哈 优惠什么领域 大家早上好 优惠什么领域啊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科技领域是有机会的 但是只是说啊 最近可能科技的股票涨得太多了 啊 可是 有一点贵了啦 然后年尾也是知道我们的annoy report 出来了嘛 先看了annoy report 让他adjust一下 过了过年过后给他做一个retracement 到了一个比较stable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才来进攻都不迟 其实那些科技股叻 有很多还是很便宜的 因为已经掉了很多了 你说的话涨30% 其实只是涨15%罢了 为什么 低15%涨30%吗 爽倍了嘛 所以其实还很低我了 还在下面我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可以慢慢做功课 时间还很多 慢慢做 然后可以分批买入 OK我看一下大家早上好 Elene你好 OK还有谁 电子包用户明年1月可获政府30奖 OKOKOK 那电子奖励 我的看法是应该不会太大啦 因为30块罢了 如果说给比较多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更大 幻见衣服 哈哈哈 OK 这个是Yi Wing Hong 主播老师好 Sam Yong OK你好 Sam Yong 我们推动5G和光铅的话 会推动什么 OK 这个等一下要谈的 等一下来告诉你 Maxim 欸Maxim 大家知道 有问UGTA问 George Can 买在一块两毛半 他问可不可以收 诶等一下 什么来 George Can 买在一块两毛半 哦 OKOK可以啊 你给我看一下先啊 其实George Can 这支股内 我是知道是基本面是不错的 我有看过 然后长期去收它 它也是不错的啦 只是说我知道 最近大家都看到建筑的领域的状况 OK建筑领域不是说不好 它只是比较慢一点 它需要一点时间回来 你要给它一点时间 然后啊 科技股肯定会先走的 然后过后等整个经济好了过后 我们的construction rate estate就会慢慢回来 啊 这个是现阶段的问题 现在马上就回来了 哦 OK OK 我们现在回来了 可以继续留言 等下有时间再回答你的问题哦 美国中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单元 是有幽默网为您呈现 不必悬良刺骨 也不要一股脑儿 我会和你白话吧 只给你精辟的 是分析 刚刚我们的股市分析师 Tony老师呢 一直有强调说 2020年财政预算颁布了之后呢 电讯板块科技股将会受到上涨 所以这一段你要好好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电讯股短期里面的会被带动呢 Tony老师 OK 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2020年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5G是有影响 对不对 会帮助到 但是其实我看到的不是这个 我看到的是之后的东西 就是多媒体 OK 如果我们去看全世界的话呢 中国 美国 台湾 香港等等很多国家 其实在很多年前 在多媒体方面都已经砸了很多钱 他们也去做大数据 也去做那种人工智能AI这些东西 OK 很多很多很多 那么呢 其实电讯呢 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元素之一而已 OK 那么为什么会讲是科技呢 因为科技接下来这个领域 如果说马来西亚真的做得好的话 外资 刚刚我们有提到外资 对不对 外资他们也很想进来马来西亚的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肯定他们会选未来有潜能发展的一些领域的行业 或者是工业 那我们知道说 industrial已经是走落一个下坡了 已经是不是以前的 状况 现在全部都是科技 有什么东西不是科技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科技股 其实反而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在我们崩盘过后 再一次反弹的时候 银行股来了过后就是科技股了 OK 到最后肯定就会慢慢借助那些industrial consumer 还有等等的房地产 好 那我们想知道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 它是长期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说到 所谓的5G的这一块的话 就要好好看一看了 因为在这一次呢 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的时候 当中就有宣布会推出价值5000万令吉的5G生态系统发展补助金 哇 这个补助金一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在怀疑说 到底它能不能够激励那些和5G相关联的股商呢 Tony OK 那我相信这不会是短暂的影响啦 OK 然后呢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咯 因为它也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制造它的盈利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刺激的方向肯定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一个技术的效应 这个是肯定的 跑不掉的 因为有钱进来嘛 我们就可以去研发去做很多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的能够导致这个股价突然间暴涨 OK暴涨是我的看法啦 我觉得不大可能啦 for现阶段啦 因为第一就是外面宏观的问题 对 第二马来西亚的自己的那个基本面还不是很好 所以即使有这个5000万零级 我相信影响不大 OK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政府也启动了这个NFCP 就是国家光纤化还有连接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连接上网 那提供额外的资金哦 像马电讯TM还有TICOM 这些已经是在市场上里面非常大的这些网络的供应商 是不是潜在的大赢家呢 OK 首先呢 我相信他会为这个公司带来积极的变化 这个是肯定的 OK 当然TM这次股 一讲到股票的话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TM跟Timecom OK TM其实从之前的高价7块半已经掉到接近2块多左右 再反弹到4块半跌到今天的3块多 OK 如果你问我说TM是怎么样的话 我只能够讲一句话说 TM要买是买来收的 不是说今天我买了明天我突然间说 哇我可以报上赚很多钱 不是这样的 当然TM这家公司 他现在的PE也44倍多 OK 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说他的问题 盈利问题等等 所以导致他现在的整个PE调到44.56 其实你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说即使这个5000万亿万进来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一个5000万零起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到他 然后整体上他的Return on Equity 其实还是保持在过去的5年还是8.87 当然TM我看起来是不错的 坦白说是不错的 只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去买的话 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Debt 他的债务 因为他的债务做一个科技股的话 他有148%的债务Debt to Equity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稍微有偏高了一些 但是怎么说毕竟他还是Telecom Malaysia 代表马来西亚 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那些 我们的国家队会去支持他 包括大家最近可以看得到 在10月7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EBF 有买了47100股 然后在接近10月10号的时候 又买了151,100股 所以我觉得说 DM是快ok的 因为有国家的支撑 所以如果要买长期可以 短期就可能不要 How about Ticom Ticom这支股我就比较喜欢 为什么 你喜欢他网路快 第一是网路 然后第二呢 因为他们每次 我们讲到5G这个东西 他肯定是会收费的 所以这是跑不掉的 然后Ticom本身自己的基本面 从以前到现在都算是很不错 如果我们有特地去看他的 Profit Attributed to Equity的话 其实他从2014年到2017年 涨涨跌跌 但是都是涨了 都是算是涨了 只有在2018年的时候 突然间跌到很多 到153个Billion左右 这个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我们就要看他的股价 大家如果说有去注意看到 在2018年的时候 他的股价是接近要到10块钱的时候 跌到7块多 为什么会跌呢 就是因为他的月季不好 所以这一次他的跌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好事 对让我们撑底 减便一货 所以这个是Timecom我对他的一个分析的看法 OK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去注意看的话 在这个EPF也有support的国家队 国家队在10月9号的时候 买了188,600 share OK acquire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去看 在10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国家队也买了219,500 share 所以对Timecom来说呢 长期我蛮喜欢这一只股的 因为他本身现在的PE 也是只是在16.76而已 compare to TM 所以他比较好了 我觉得啦 所以你觉得那么多的电讯股里头 Timecom是你的首选 是 我会选择Timecom 因为第一对新手来说 也比较不会心脏上上下下 那么符合不来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对因为他没有这么说一下子掉很多 然后如果说这一只股要赢的话 其实很简单罢了 只要把资金分配2份到3份来玩就可以了 就简单来说现在我们买了过后 收一半 不要直接进场 然后等如果有大幅度跌再进 因为它Odova长期都是走涨的 所以我们只要有多一点资金 可以把它拉低一点下钱到最后 我们还是赢家 很容易玩的这只股 但是接下来这两只股 像会不会是你选择要避开的呢 因为Aseata还有Digi他们的合并计划 已经是泡汤了嘛 所以前阵子也拖累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是承受压力 而且是出现暴跌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代表说这两只股像 已经是不再有吸引力的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OK 那首先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Aseata先我们分析 肯定那时候的消息一定会影响的 我们知道股票都是这样的嘛 只要消息满天飞 股价也是乱乱飞 OK 所以来到这里我们知道说 Aseata基本上在2015年的时候 接近7块钱掉到3块多 是 然后现在10块多啦 4块2毛半 10块2毛半哦 如果会计数图的人 不管你今天是用什么定量的一个方式 还是画图这样子去看 它都是提示 OK 我本身对Aseata就没有什么好的看头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来说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他对这只股比较有研究 可能他就懂得比我多咯 因为我比较少去研究他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0月2号的时候 EBF是有买 但是10月3号的时候他又卖掉了 OK 买的时候是买100千股 卖的时候是卖700千股 哦 卖更多 那你怎么说呢 OK我也不要讲多了 OK基本面其实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啦 只是说他的total debt equity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大舒服的 因为也是140多个% 很高 跟TM一样 如果你给我一个TM跟一个Aseata的话 我肯定选TM的嘛 有国家在后面support他 Aseata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么DG又怎样 OK DG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从9月20号 EBF买 买了800多千的share OK在9月23号买了300万的share OK然后在25号又acquire又买 然后在10月1号又买 在10月3号又买 所以DG越跌他越买哦 OK 这样你说是这样子 他看好 他看好咯 所以EBF不会乱买的吗 EBF是人民的钱 OK我们看一下 DG.com从6块4掉到4块反弹去到5块 现在4块多 我们算是一个盘整的状态 他以大攀攀整 他是在差不多4块到5块左右 是 所以在这个现阶段 如果说国家对进攻的话 他们肯定就是会有一些想法了 嗯 我相信是说因为他的这一个公司 他本身的Return on equity很好 怎样讲呢 你看啊 过去的5年他是288%Return on equity 比较所有的这些科技的股 他是唯一一个市最高 是 OK 那因为这样子我相信说我们的EBF都会比较有信心啊 但是另外还是有一个东西我很担心 就是他的debt罢了 嗯 又是财务高 财务更高 700% 哇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DG的话不是说不好 只是他也是好公司 只是我担心说他的这个管理层 OK当然管理层我们知道好啦 200% 千万不要换 他的structure不要换 管理层永远在那边是最好的 OK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OK 所以AGM一定要去 当然提到刚刚这两家公司 一定要提另外一家公司 明讯他们的股价呢 你又是怎么看待 他们股价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跌的情况 已经从原本的5块4或者5块半 现在已经下跌到5块4毛2了 所以明讯并没有因为DG还有那个 Asata的合并告吹 然后受到受惠吗 我觉得是不大不大会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所有的我们知道电讯的行业 OK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压力的地方 因为电讯本来就是很竞争的一个行业 是 然后再加上说现在电讯有很多东西可以被取代了 所以变成是说电讯的这个领域它越来越难 大家看电话就好了 以前我们去subscribe一个line 我们是基本上是买电话要自己还钱的 现在跟你讲什么 电话送你 你要用我两年的这个line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到说 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 对 但是我们回来看 鼓励你塞配套 塞配套 长期最好 OK 我们看到Maxi是从7块2跌到5块多 OK 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很简单的还是说回我们的国家队在做什么就好了 大家去看一下国家队做什么 国家队在9月19号的时候脱售了2.2M的鞋 OK 在10月4号脱售了65800个鞋 再来10月7号又脱售了53千个鞋 10月8号脱售91千 10月9号再脱售150千鞋 你看他一直在卖一直在卖一直在卖 如果你说 不是的好 高吹不代表说对Maxi是好吃 未必是 所以我们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些 不是一味的因为一些新闻的消息 然后就盲目的去投资 还要从各个方面 像是Tony老师带出的一点就是国家队的一个动作 这些也代表了他大势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吧 下等会来再继续请我们的WCT Worldwide Training Wealth Creation的创办人Tony老师 好好地再来跟你讲解一下才去认算你后续的一些投资策略 有一个人Steven问 美国跌我们跌美国起我们不起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美国跌我们跌是肯定的咯 因为一定会受一些影响了 然后美国起我们不起 基本上我们是小国啦 坦白说我们没有外资的话要暴涨是有一点困难啦 然后 美国这一次起我们不起 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些很多 对我们的fundamental其实也不是很好啦 所以你要让它暴涨是不大可能咯 然后George Gunn刚才有一个问的UGDA 我只能够说George Gunn 你要真的有一些耐性咯 可能你要给它一年到 一年啊 一年对对 到明年2021年底 给它一点时间 因为construction咯 其实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太多的基础建设的project 给它们的话 再加上说房地产领域也不是说很好的话 它们很难会突然间暴涨的 所以要给它一点时间啦 我只能够这样讲啦 既然如果已经卖了过后 OK 有人问阿沙问 老师你在哪里看到那些是国家对买卖啊 哦你去busamalaysia.com就可以看得到了 在announcement那边 去announcement那边看啊 要注意看这些 你去announcement OK Alex CWC 预算案中提到国际主题乐园税务奖励 是不是直接影响云丁大马的主题乐园 有吗 有提到咧 我看一下 国际主题乐园的税务 它讲有税务啦 OK 这个我要再去double confirm一下 再double confirm一下 但是我相信呢 如果你问我根定malaysia的话 我是不是很担心啦 如果收它三年的话 收三年了我已经讲过 真的是要收 长期收 不要玩短期 有个刚BJU问Iston Iston OK Iston 比较少听到这个 Iston Group 0209 它的股价现在是2毛3 等一下 新股来的Iston 刚IPO不久 对 刚IPO不久 OK 从7月IPO到现在 我看一下 对 是 之前3月有 已经有quarter了 OK 这一支股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只能够这样讲这个水温了 我看一下 我去哪里了 VIO VIO 你好 这支股它算是比较新的 然后先股咯 几毛钱罢咯 然后这支股它本身34个ROPE ROE34 PE是23 有点贵 我觉得涨幅不大了 因为它这一次已经冲到这么高 除非你有一些消息 就是说你知道里面未来他们有什么project 等等能够帮到你 我觉得Iston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去刺激它 然后整体上来看你看它的3月 它是从3月4千多个revenue 它赚6月的report出来2千多 稍微有跌了一点 跌了一点 但是这家公司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啦 还是有机会 只是说你必须要去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好 Sam Yong问老师 M-bank可以进吗 M-bank啊 M-bank 如果你真的要进M-bank的话 我觉得你选M-bank或者Public-bank 会比较不错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可以讲说你不可以买嘛 你去分析一下先咯 我的分析告诉我是我选 我会选Public-bank啦 看你自己要怎么选 看你怎样选咯 Charles 老师早请问UWC和MI 哦MI好 我刚才才看不了 还没有开始之前特地按起来看 MI肯定的涨势也不错 不错的 MI这只股是ok的 ok我看一下 MI要忍一下啦 会上啦有机会 从快多前上到2块4毛3了 是是 这只是有机会 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另外一只跳到太快了 UWC 对 U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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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问那种 厉害啊 新的 新的股 这只股不错 会有机会涨的 ok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去到什么价位 UWC 对 从IPO到现在 从快四上到快七 跑七了 快到快八千了 应该还有十八仙的调整 然后到了十八仙它涨了多一个十八仙过后你要注意啊 可能它会有一个retracement啊 我的算法是这样啦 ok我算出来是这样 这个是UWC TAUSE ok K&M 等一下 K&M 这个是谁问的 摩仁卡伊 等一下 K&M有点高了啦 过后RU negative 只是最近转亏为盈 现在是掉 它只是刚刚转亏为盈在三月跟六月 所以这只股突然间它冲上去 我相信这个是 我担心是昙花一些 你最好是在看它的annual report 再错决定 也不迟 但是如果已经买了 ok 你等就对了 因为等它的annual report 出来看怎样先 才做举动 啊不客气 Venjo 不客气 Sam 0208 0208 0208是Gritatch 是吗 是 Gritatch 这个是Frenny库问的0208 但是可不可以问清楚一点你要干嘛 YES 问会涨吗 是吗 我们先回答这个吧 也蛮大费问DRB Highcom DRB Highcom ok我看一下 ok看那个Gritatch一句话讲完啦 short form 可以 可以 你怎么问老师就怎么回答 我看了 没有我看了是ok的 可以 3块多 DRB Highcom ok 因为最近也是有很多新的车 有掉了一点 有掉了一点啦 要给他一点时间啦 它接下来还会有新车 还会有新车 对对对 也不错诶最近它的新车 有些 蛮漂亮的啊 蛮美的啊 对以前combat到来真的有进步啦 但是这 以前那种Poton Saga 现在Poton Saga都很漂亮了 是 你要讲涨很多是 会有赚很多是不会有的咯 DRB Highcom 我先跟你讲先啦 它不是那种说好像是我们科技股 Zoom一下子30% 它没有了它稳稳 涨一下跌一下稳稳 dividend咯 涨跌涨跌一点啊 不多啦这种 你要收这种 可以考虑收Public Bank啦 Public Bank跌这样多了 Agino Motor也跌到很多 15块 这样便宜 啊 这种股这样好的跌这样多 为什么不要去看 去看一下去看这种股 银白 啊 还有吗 SUPER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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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哦SUPERLON我知道了 这边也是周长 SUPERLON长一轮了咯 是咯 SUPERLON 过了咯 我们回来咯老师 来回来咯 好 30秒 鱷鱼插队 啊那个Friendly Code讲 原来还没写完呢 可是一直在创新高 你呈现 不必悬梁此股 也不要一股脑儿 我会和你白话八股 只给你精辟的 是分析 让你掌握股场之中 CTIVIP 一股做起 预算案公布之后呢 有些分析就说 好好好 结果好了一天之后 就掉下来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 要怎么样去进行投资 非常重要啊 Tony老师 你觉得预算案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注意 自己的投资策略呢 嗯可以 好那基本上呢 财政预算案 这个是每一年都会有的 那么在这里呢 可能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投资策略 那投资 其实在马来西亚 财政预算 每次出来之后呢 第一个大家必须要 采取的动作 就先看一下钱 钱飞去哪里了 这个很重要 在哪一个领域 这是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好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回去看一下 这个领域 个别举例说 马来西亚的科技领域啊 建筑领域啊 还有等等那些金融领域全部 然后我们必须要呢 在这个技术方面 可能是放 就加入一条线 就是SMA20 OK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条线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周图里面 可以看得到它的趋势 那如果说呢 在现阶段这笔钱砸进去 然后它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些 绅士的状态 就好像科技股 是 它一定会突然间暴涨 嗯 它是会发生的情况来的 嗯 然后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moving average 20是在哪一个时间段 我们用的是周图 当然我们有月图周图等等嘛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可以看的是用周图 周图 对 那解决了过后呢 当然我们就要是进入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去找它的公司的基本面 公司基本面好 又有两种的分析方面 一个是定性的分析方面 第二个是定量 就是quantitative analysis model 还有就是qualitative 那qualitative呢 肯定就是我们要看这笔钱 它会进去哪一个project 然后看一下它之前的盈利 过去的五年有没有成长 如果有这笔钱进来的话 会帮它加大它的earning多少% 是可以算出来的 可以知道说接下来它的股价会去到哪里 是有办法算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所谓的定性的方式 那么定量又怎么样说 定量呢是过去的五年到十年都有办法可以知道 就好像巴菲特 他以前就是用earning per share 看一下公司一直有没有成长 当然这个也是他的老师格雷尔姆所教他 那知道了之后呢 如果看到他一直有在走长的话 他整个公司的这个业绩 从过去五年到十年 再加上这次的这个财政运算案 会绑到他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机会会反弹 这个当然到最后的时候 才来看所谓的这个技术 因为技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进场点 OK 然后如果以现在财政预算案来看的话呢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稍微大概讲几个领域吧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个是industrial industrial我看到是会跌啦 会跌 出口啦 是跌啊 所以会是会是跌啦 我看到是这样子啦 产业股 产业股也是一样啦 也是跌 然后industrial我希望是马币可能会稍微 所以不是说我讲什么 我知道我讲这个话 大家一定会很生气的 就是说希望说马币贬值 因为马币贬值 我们出口才会走高 才能带动出口 但是我们没办法的 如果我们马币没有贬值的话 industrial是很难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限时的状态啦 所以整个工业领域你是不看好的 没有说完全不看好啦 我还是抱着希望啦 所以我看到是会跌啦 然后consumer方面呢 一样咯 consumer也是跌咯 然后也是会消费会跌 只是说在这个年尾到过年的新阶段 它会先涨一轮啦 因为过年嘛 要大家要买东西 要买东西嘛 年货嘛 然后过了可能3月到6月那个现阶段的时候 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特朗普会做什么啦 我们就来知道一下 消费领域 然后 建筑领域方面我看的话是比较neutral咯 就算我买建筑领域的话 也不会说什么大涨 也不会什么大跌 因为也没有看到这一次财政预算 针对建筑领域有些什么特大的宣布 是 小马讲的对 没有哦 但是它之前就已经在涨了 是的 他们 对对 所以我觉得说 construction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机会啦 所以反而科技股啦 唯一看到的机会啦 就是科技股 就是科技股 可是已经涨了一轮了 涨了一轮 等它回调吧 等它回调比较低的时候 可能可以再去看一下 然后当然一些大股啊 包括public bank 稍微我讲一下 银行 银行股啊 Caspard 银行Maybank Caspard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庆祝 哈哈哈 也没有调整烟厂 是是 然后Ajinomoto 啤酒碎了 不是这个烟厂 Ajinomoto也可以看啦 我觉得Ajinomoto可以看一下 吃比较多味精 不是啊 跌了很多了 噢跌了很多 跌很多 所以算是可以捡便宜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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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看 只是说进场的司机 可能要慢慢进 不要突然一下子 全场啊 哇这样子不可以 要粉配 要粉配 因为不确定嘛 那今天Tony老师就跟你分析了 我们看完了这一份的财政预算之后 还有些什么样的康头 是可以给你去抓的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康头的话 一定要参与我们的 2019年10月19号 我要讲日期 不讲 你去用2019年的论坛 2019年10月19号 我们在森美兰芙蓉办了什么东西 财政预算论坛 这是我们Cityplus 和森美兰中种双会 一起办的一场活动 所以记得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Cityplusfm 报名是免费参与的 今天非常感谢 由Tony老师帮我们分析股市 谢谢你Tony老师 好不客气 谢谢 时间美美 还有时间 时间美美 还有时间分析 可以回答一些吗 可以可以 来 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到 Superlog 你已经讲了对吗 讲了 那我们下面再说 我 选一个 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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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一下 报名是免费 欸 02-09 是刚刚打的Iceton 所以已经讲过了 Iceton 如果你错过可以打去前面看 对啊 忘记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的信书 在11月24号 恭喜啊 发布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与 在WCity网站 去报名 11月24号 下午2点到5点 OK 往上啊 在我们的那个点站啊 在我们的那个点站啊 在那边我们会在那个Ecosentury Ecosentury Ecosentury Sys Gallery那边做那个 新书发布会 啊 有一个小时分享 2020年趋势啊 OK 也可以去看看一下 好的 我看一下啊 Revenue 有人问信 Revenue哦 Revenue可以啦 Revenue好股来的啦 Revenue 不错的股票来的 有机会的 最近也是涨 只是它的PE是有一点高了啦 可是我是我 我还是会收一点的 一点点 OCK 买0.61 还可以保持啊 哇 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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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K是涨 OCK涨 对 看一下 OCK有一点 需要一点时间 没有这么快 哦 要等一等 要等一等 OK 差不多 你给它 我看一下 哪个价位 哪个价位 比较好 现在价位不好了 已经上了 不买了 不买了 OK 等一下 不买了 不买了 转移只有3% Brocker fee不够还哦 不要 OCK我不鼓励了 我不鼓励了 我的本息是这样的 OK 来看一下DNO DNO 以前有听说一些东西的 什么东西 看一下 不方便透露啊 哈哈哈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长上去了啦 长上去了咯 开始有一点长上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DNO可以 可以吃啊 我可以跟你讲可以吃 它有机会的 应该会去到七毛 七毛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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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七毛半到八毛 有机会 对 Wesport啊 Wesport Wesport好股 也是好股 对 物流股 Wesport 我看好了一个公司 以前我都很看好它 OK 可以收啦 Wesport Wesport 涨幅不会太大 但是是不错的一家公司 可以收 OK Public transport Such as Petr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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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刚 Toni你刚刚讲那个 Pi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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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天后 OK 还有哪一个 我看一下Pi 他讲 刚刚那个Petronas 有讲到呢 Petronas 我没讲到 还有西港 有没有讲到 Wesport 因为我刚刚讲了 可以 OK 剩下Petronas 还有 Hat Hwak 不过我们多一分钟 我要出去 OK 那我们最后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Petronas 要收 收了 要收 然后这一支股 我觉得涨幅不大了 我不是很 呃 鼓励 OK 如果是我的话 有更多选择 再加上 呃 其实 不轮合原油 接下来也不是会 我也不看好了 坦白说了 所以 呃 有更好的选择 OK 就这样 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这边就会去到芙蓉 这个是